QRCO一掃 產銷資訊溯源公開又透明 這是農糧史為了推廣多元產銷履歷農糧產品 所舉辦的產銷履歷料理殿堂賽 得獎作品已經在超商開賣了 讓平時沒有時間買菜的民眾 在住家附近的超商或者是電商 也可以買到最安全又安心的農產品或料理 你有發現他們的包裝袋多了什麼嗎 有 你看 上面有一張有QRCO的貼紙 行動具結合食農教育用趣味易懂的方式 介紹產銷履歷標章的優點 只要輕輕一掃QRCO 從生產者到生產地址和生產過程等資訊 全部公開透明可以溯源 就像一張屬於農產品的身份證 今天我們產銷履歷通過驗證的 這些生產面積總共有94269公頃 它的產值達到341億 包括蔬菜 水果 還有稻米 雜糧 還有茶葉 咖啡 以及蜂蜜等等 太好吃了 農糧署今年還跨越合作 舉辦產銷履歷料理電堂賽 邀請民眾創作產銷履歷特色料理 最終得獎作品也在超商上架 現在有很多人沒有時間去買菜 或者是自己做料理 所以如果跟超市 或者是跟這些虛擬的電子商 一起合作的話 那更能夠提供消耗者更方便 可以買得到產銷履歷農產品 讓平日工作繁忙的民眾 用簡單的方式就能吃到最安心的食物 記得送我報道 提供給予品 好